兒子偷吃鳳爪,後母分屍百見 小朋友為性偷吃吧,小城大街就算了 但是山西下縣8歲的小強偷吃了一隻鳳爪 竟然連命都沒有 今個月12號晚小強突然失蹤 家人找了幾天都找不到 但是媽媽就在後母的房間發現了線索 最後媽媽在天台找到小強的上半身 但是四肢都沒有了 原來26歲的後母用斧頭黃斬小強的後腦 再將他斬開8件 分別丟去郊外和收賣在家 原因竟然是小強偷吃了他的鳳爪 他已經承認殺人 有報道說他曾經被前夫虐待 搞到心理不平衡 啊